保理定量省社区发展协会推动社区营造工作非常用心 主要以老人好丽关怀、富汝旷溢依照顾 尤其是十分银行、社区骗载骗人工作 协会心里每一段时间就参加广府社罗处五次的社区敏感 每年都得到很好的心结 未来希望透过社区赢作 提心老人一起努力照顾顶顶顶工作 保理定量省社区发展协会推动社区营造工作 这几年在政府的府头加上社区赢部努力推动 社区营造工作逐年进步 其实参加评鉴是对社区的一种肯定 也要有实力才敢参加县府的社区评鉴 参加评鉴当然是要往上冲希望能得到好成绩 为了要担当社区发展与建设 今年在此参加管府社罗处社区评鉴 在到平心委员的倾断 梁山社区今年第五次参加县平建 它去年得到我们的夹等12万奖金 然后有三次是得到单项6万奖金 我们许舒瓦县长就是想要来鼓励基层 用这个奖金来引导社区 能够把家乡建设好 梁山社区它有因应它的地方的特色 比如它有一些土石流发生 所以它很强调是任性社区防灾的部分 所以它们有20个防灾室 社区也每个月打扫社区两次 它们所要相处对一到五都在巡逻 针对这些独老做一些关怀 所以社区它很用心在做弱势族群 做社区的建设 这是一个每天不断在进步的社区 免任社区高兴华问题 专家学生也建议 未来可以在老人好利 富有照顾方面 投入国家质的心力 让社区发展严格助馆 从整个评鉴到目前它做的 其实比它的口头报告还要好 它其实做得很踏实 我看的主要是社区自发创新的部分 那它们其实跟整体社区的共生 而且有青龙、回流等等的 其实是做得很好的 专家社区推动社座工作非常用心 南岛冠岐王国国庄所在乡社区 党业军特别正在关心 为了要提升社区风采派的工作 南岛冠岐王国国庄关上A地区去 去台经济的时候发挥救命的工量 我们社区的需要 国庄的特别观是台AED 这个心脏急救器来给我们社区用 那么当然是 要来让我们社区的基民 有一个真的健康的身体 还要让我们社区 站立市长来衰领这个团队 可以来理创家资 为了要让社区发挥更多工量 保理政工所专业来协助社区的推动 未来希望透过社区工作 提升老人照顾 加击辅入困厄 还有社区风采派的工作 既照环龙坤插红布图 有关系 孙坏 别忘了 写步 拆备